喂 去哪裡啊? 哪裡來的? 日本大阪 好 我們去環球影城 走吧 早上 今天是來到大阪的第一天 今天就要去環球影城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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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會無緣無故出現在日本呢? 因為這次K-Lo邀請了我和娃妹來快閃一天環球影城 我們現在就是西九條 轉車去櫻島線 轉JR Monsters 到了 你看 你好 現在上去看看 聖誕節地圖加了整個馬星節 很黑 在前面還有一個聖誕 其實每個人都戴頭褲 我們都戴了頭褲 聖誕 很有氣氛 每個人來主題公園都買頭褲 我們醒了 7元而已 在開數碼 我看到希哥喜歡那個新世紀科音戰士 大家有沒有看過我之前的日本vlog 希哥是超喜歡玩這個 很好玩 真的很好玩 這個 戴著VR 然後玩過山車 我在香港玩過 我始終都覺得日本這個是最好 你有沒有看過這個公園 我看到葉獎希的一個拍攝圖 這個一定要體驗一下 這個一定要體驗一下 我們現在進去玩 耶 很期待 她那個是坐在碗裡 然後就 我們是戴著眼鏡 你明白嗎 真的 我覺得很高清 超過想像 玩V是極度清楚 你玩的時候 你會不覺得你是戴VR 因為很清 你想玩過山車嗎 我沒所謂 怕不怕的 不怕的 其實我沒玩過 我每次都來玩 但我一直都沒玩過 為什麼 因為她要爬很久 我們現在玩這個Spiderman Dini你說什麼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什麼 你又想傳我講 是Superman Superman 不是 Sorry 是Spiderman 我被人笑 啊 Superman 這個像不像的 說真的真的不像 為什麼要回頭 它是類似看3D 所以我們要戴這個眼鏡 這個真的好玩 這個 它不是刺激上的好玩 我們視覺上的享受 超棒的 最棒的是 真的會有照片 我們真的整部照片 真的整部照片 升了照片 很厲害啊 我第一次玩的時候 都覺得很棒 我們這個PV合切 大哥 我Superman 只有你PV合切 它有多少個名字啊 我們現在去吃這個Minion 烤奇甲餅 和這個熱朱古力 它的餅是有Minion 它有一點馬卡龍 它這個是一個 曲奇Cream 加士多比利 好甜啊 還有棉花糖啊 這裡呢 也有一個是賣炮菊的地方 就像之前希哥賣EVA頭那裡 它的炮菊是一個香蕉味的炮菊 你要哪一個 我都覺得是那個 耶 這麼大的東西怎麼拿回香港啊 有所謂的Hacker 你看花梅 不停地吃 你喜歡炮菊多一點 還是喜歡公仔多一點 對 兩個都好 我們現在去吃第二樣東西 你看看花梅 一有東西吃 它就開始吃 它不會再拍片了 飽了嗎 我們之後吃這個 這個是Fluffery 是這一隻 Fluffery 好一點啊 Beauty 它肉桂條 好甜啊 然後呢 還有這個 如果你是喜歡Minions的話 這個Minions Park 真的適合你 它是類似香港菜肉包的質地 有沒有餡的 我以為它是甜的 它裡面有像蘑菇湯的味道 它簡直是 像蘑菇的味道 然後呢 就是這個 三粒Minions 印上去 這個是我喜歡吃的東西 這個是巧克力糯米糍 這個是蘑菇 我覺得是蘑菇 蘑菇 蘑菇很美味的巧克力 滿足嗎 滿足 我們現在去哈利波 一定要玩的 就是那個禁忌之旅 我想我已經玩過三次以上 我還是很懷念 很想玩多一次 這個刺激嗎 不刺激 我們進去吧 我們已經玩完了 很棒 其實未去到裡面玩 你已經覺得很棒 這個景點已經是 我之前玩是有眼鏡的 我這次玩是看到很多 之前看不到的東西 咦 那個不是就是妙麗 妙麗 對不起 原來是KF 我來過這麼多次 我也是第一次穿這件魔法圖 很漂亮 它還要很保暖 或是你知道 可以給我一個咒語嗎 你不會練咒語的 你現實世界不讀書 來到魔法世界都不讀書 真的像魔法師一樣 哈哈哈哈 剛剛放學而已 我會吐 哈哈哈哈 好 我們現在喝這個牛油啤酒 我覺得上面有一層有味道 這杯我每次來都會買來喝 乾杯 哇 它這裡的頭影超漂亮 你看 看到嗎 這一座東西上面的顏色 全部都是頭影上去 我們一會兒就會看巡遊 但現在還沒開始 到處逛逛精品店 我真的覺得這隻很可愛 這個厚樣子很扣 這個 其實我覺得這隻很可愛 我也覺得粉紅色這個很可愛 不如選一隻 最後選了這個 這個也很可愛 你知道它叫什麼名字嗎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經常都叫它 它是粉紅色的芝麻戒 你看馬英通 如果希哥穿著 他兩個屁股就會滾上眼 我覺得他很喜歡 所以我決定要買底褲給他穿 買S還是M呢 因為希哥近來肥了很多 我覺得M是適合他的 如果這樣也不適合 你就要好好反省一下 我就買這個 黑蜘蛛後給你 希哥下次穿著 我就拍一條VLOG給大家看他的屁股 哈哈 好了 吃了酒了嗎 老闆 好開心嗎 你看看對面的人 全都在坐著等著這個 巡遊 打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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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示之後 我終於明明現在這麼多人 等著看 因為真的好看 幸好 最滿足的是你 老闆 那今天的環球影城VLOG就到這裡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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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法不要笑 我睡了 喂 起床嗎 什麼 會不會這麼真實 反應 浮誇一點 行不行 最後呢 就是和KLOOK合作 和大家說 在這個APP買環球影城的票 和一些優惠券 那我們可以在右上角 搜尋這個大阪 然後呢 就按這個景點門票和表演 第一個呢 就是日本環球影城的一日電子門票 加入購物車之後呢 就選擇你們要出發的日期 預訂了之後呢 就會收到一個QR Code 入場的時候 被工作人員刷就OK的了 然後呢 還有一個5000日圓的購物券 就可以用九分子的價錢 去買5000日圓的產品 便宜了一點 如果大家也有興趣 聖誕節去環球影城的話 也可以輸入以下這個優惠碼 今天整個旅程碼滿500元 就會減50元的了 優惠碼呢 有限期至到2019年1月16日 就給大家聖誕節去玩的